好球 我記得當時中國對香港的主場和客場都是打和的 我自己覺得已經證明了香港隊 是一隊有能力的球隊 不是別人稱為的魚籃 其實現在差不多剛入職都有七百九千這樣的價錢 再加上每一場球都有獎金 其實整個新金都不差 如果你真的要對比起上班來講當文員 其實都差不多 都見過有人放棄 但大多數都會繼續 但可能還會兼職去教球 這樣賺取多一點的收入 其實打架球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會有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身金不算太高 球員可能容易受到引誘 第二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球員本身自身的品價 對於足球員職業的操守 你有錢就可能會配套上 有能力去搞一隊職業隊 始終你搞一隊職業隊 真的需要這麼龐大的資金去做的事情 可能薪金或者訓練 辛苦其實已經可以令到你放棄 內地可能資源比較多 可能和地方比較大 可能有很多健身或者基地 或者其實球場 一個基地都可能有兩三個球場 我想在香港的話 其實相對上比較難 因為土地的問題 我想和政府其實都不算很大力支持足球 這項運動 我自己覺得 可能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事情 不會去大力支持或者不去做 所以也有影響 因為我以我所知 現時其實已經 香港隊已經有一個訓練基地 在將軍路 我相信 以一個這麼好的配套的情況之下 將來的 出來的球員 或者香港隊一定會更加強 更加專業更加 可以有能力去世界杯盾進發 因為我覺得中國隊 也是一隊 在亞洲來說 也很有質素的球隊 我們也可以 勢軍力敵 踢成零比零 和打和的話 我覺得我們也不讓 我覺得在未來一定有機會 會更上一層樓 我也希望可以更上一層樓